王李丹 王李丹 21岁 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主要是刚开始做演员 后来就是找杭做模特 为什么不做演员了呢 娱乐圈呢就是一个大眼缸 进去的人呢 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一点色彩 你是不想有这个色彩 对 演艺圈好复杂的 对 就是潜规则嘛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潜规则 其实没有人前你吧 有人给我提过这个问题 就是一些人也找过我 其实我没有同意而已 后来就去做模特了 是做平面模特 还是做梯台模特 平面模特 有没有做过梯台模特 没 走过几次秀 但是因为 首先是因为身高的原因 还有就是身材原因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大家看到 很多平面模特吧 他们就属于是 就是身材很瘦 梯台模特 对对对 没有什么秀 哇 这个问题做一个男主持人就不好 再往下细问了 后来就做平面模特 对不对 平面模特 胸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 对 反而是一个优势 做了很多床上用品的广告 我们屏幕上会有照片 大家看一下 王李登 哇 这是 被子 床上用品广告 是一个家访的床上用品广告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是一个内衣 内衣的广告 国外的一个内衣 也是内衣广告 好 再来看 还是内衣 床上用品 床上用品了 这个就是内衣秀了 对不对 这个是今年内衣模特大赛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穿的内衣 它本来就是我胸臼带 然后它就调调形的衣衣 不说了 不描述了 所以就是 后来他们就试试 我能不能加手机嘛 说那个 不说了 没事 好 可以 加上了 我怎么还是依稀觉得 它是来接触我们这个时候 很高的节目来宣传自己呢 所以就是 我目前就没有看到 它找工作的诚意 你是大专学历 学的是表演专业 对 你现在想要应聘的一个位置 除了平面模特之外 还有投资分析师 就是投资分析师助理 因为我现在没有能力 做投资分析师 你有这方面的学习吗 我现在就是有个老师 他不是经常教我 因为他自己是做投资的 然后他现在是 清华大学EMBA的科学教授 就是他会办班 然后你会去 他不是办班 他既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朋友 然后 我们是清华在学校外面 教课 有一个老师 私人教授 私人的教授你 他也不是私人的教授我 他既教授别人 投水也带上我 只是觉得我比较好学 一堆人吃饭的时候 也会叫上你 然后就聊点投资方面的事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问哪些 并且就是讲授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 你在这方面学的多吗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好 这就是王李登 这么一描述 大家就了解他的情况了 12位来选择 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终于为什么离开 我想首先问一下 这个美女选手 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栏目吗 这是一个职场的栏目 是一个求职的是吗 是 这个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你俩在这个交谈的时候啊 对身体的某些重要部位 篇幅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 你是在批评我吗 因为刚才主持人 都有点想打断你 你还在继续介绍自己的 就是在秀自己的某些重要部位 所以我觉得 因为来面试 是应该更多的来介绍自己的一些品质 或者适合做一些什么 我有我的权利 所以我灭了灯 但是我希望你加油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周一 我要跟着你一个说法 说演艺圈就一定是染缸 然后演艺圈就一定是 潜规则的代名词和独有 一个小小年龄放弃了这个专业 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认识 而离开了它 我觉得是不准确 是不对的 不过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想做金融投资类的工作 我特别喜欢挑战 而且我想就是证明一下 一个女孩 她最大的就是潜在能力是什么 很多人呢 她都不敢做那个风险投资这一类的 你敢做 对我敢做 而且我不怕失败 因为没钱吗 其实有钱我也不怕失败 那我想考考你问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适应率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我知道 谢谢 其实这个女孩子虽然她的身材很火辣 而且穿着着装 说实话 我不认为你是来应聘工作的 但是是我们这个节目开始做以来 求职的女生 有点姿色的女生里边 我觉得你还真的是最好的那一个 为什么 你们可以去看她的眼睛 包括她站在这儿的 她整个的身姿站态是很好的 就她也许她学习的方法和方式是不对的 有点问题需要做一些调整 但她真的是一个好姑娘 她愿意学习 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好 现在还有十位给你亮灯 就意味着你向这十位要证明 天生我有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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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会觉得你们的舞跳不是特别好 我知道 那为什么要展示 他展示才艺不一定要展示他最强的一面 老板他之所以能当老板 他首先他越人无数 他有一定的就是资历 人无完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缺点 像我们这所谓当老板的虽然说越人无数 但我们的水平没高的 就是说能够通过你展示的缺点 看到你的优点 你今天真的准备的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你来应聘的职业和你给自己展示的东西南辕北辙了 你的招装不得不叫我看到你喜欢表现 你以后穿衣服一定要注意一点 在职场上越职业的女孩子 越能抵御这种性骚扰 越不职业的漂亮女孩子 就越容易被性骚扰 你今天穿这身衣服是把你身材的最优点给暴露出来了 以后穿衣服一定注意一点 这是男性的本能 你在职场上不要因为你的不职业来激发这种本能 所以把这个建议当成一个好的建议 好不好 来 第二轮过后 看一下剩下的十位 选择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蜗腐离开了 蜚蜂离开了 蜗蜂离开了 我问他一个问题决定我是否要灭 好 没问题 对 我想问这位姑娘 你除了教人的身材以外 你自己总结一下自己 还有什么样的优势 能够去得到你理想当中的那份工作 总结 自信 努力 爱学 我会选择灭灯 为什么 因为我不太认为你还处在一个好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文浩 我问你 他如果说什么样的 他还有什么样的特质 你就会满意 我是认为呢 他如果所谋求的并不是什么叫做金融分析师这样的一个职位 而是跟他曾经经经营过的这个行业 相关联的另外一个更有发展潜力和持续生长空间的工作职位 我觉得他会更实际 我会更挺他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专业现在对他还抱有多么大的希望 如果说给你机会的话 你是否还是要继续走演绎这条路 演绎这条路对我来说只是我兴趣和爱好 然后我现在在学英语 因为我是艺术院校出来的 所以英语很差 然后呢 同时也在办签证 想过了年出国留学 然后进修 你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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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出国留学啊 是的 你是找工作吗 是的 然后你过完年你就出国留学了 不是 两年以后 两年以后出国留学 我看出他类型里的那种坚定和百里梦 如果你真的类型里有坚定这样的志向的话 首先你要开始改变一点 把注意力别再放在自己的身材上 应该放到你真正要学习的基础上 为未来打一些学习的基础 你从说到前半段 我同意 就是说鼓励一个女孩子 我同意 不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误会了 女孩子身材好 不是她 她不是想用这个来吸引别人 她可能自己会忽略到这个 但是别人老来关注她这个 对不对 她其实这个对她人说很自然 那她已经不在乎了 对 因为我们家族遗传的 然后所有人身材都跟我一样 她自己不在乎这个 我只想干点别的证明自己 可能大家可能都会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大家转移注意力 你不愿意大家再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你想做一个用脑会更多的 比方说像投资飞行师助力这样的工作 你是不是特别崇拜那个 你是不是特别崇拜清华那个老师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人 搞投资的他 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清华的教授 我明白 但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教我 我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投资这个领域了 因为我建议你今天一定要听听老板帮你们的定位 一个人这辈子千万不要因为崇拜一个人 而跟他从事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有那个天赋 我们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天赋 我们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不是说给你提供工作 也是帮你定位的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听听别人的意见 那个清华那个人他智商很高 他可以做投资 数杂的数学计算 你没有这个基础 千万不要走错了路 说实话 就以你现在的水平 我觉得你算了吧 而且那不是你所要的 那个必须要有头脑 我目前听你的推理 我觉得你头脑 这个逻辑性不够 这方面的头脑可能不够 对逻辑性不够 你对数字真的很敏感吗 还是说你对照片 对图像更敏感 这是两种人 说句实话 我数学很差 文科非常好 对那你不应该做 投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 应该做 但是我建议Frank 让Frank去做一下辅导 关于这个投资 金融分析方面 职业规划师 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子 一个求职者 来到这之后 大家像给他上课一样 喋喋不休 叨叨叨叨叨叨 说实话 大家非常 喜欢你 大家看到了 你爱学习的那种愿望 但是可能 你对职业规划 真的不明晰 不要伤心 你的泪如泉涌 来 现在有三位 还在给你亮灯 三位 你们选择 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离别离开了 周老师离开了 你最离开了 如果没关系 21岁 下来有什么问题 让陶老师帮你 做做性格分析 让Frank帮你 做做职业的简单规划 大家都希望帮你 希望一个年轻 漂亮 想要独立 有头脑的女孩子 能有一个好的职场未来 好不好 好 谢谢 加油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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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下期之后我会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我希望在职场上 跟这些嘉宾啊老师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强调 一个女孩子的身材好 可能让大家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这 所以她刚刚说这个东西成为她的负担是真的 是真的 她是心理上的负担 好 我们看